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梅的生态小院,让我们一起来探讨种植的乐趣吧 2021年5月17日的清晨,偶尔发现草地上汹涌而至的17年城 心里满是激动,折服了漫长的17年 初次见到光明的他们匆匆忙忙,爬上高处,寻找着合适的位置 开始了生命的蜕变 我惊叹于他们身体裂变的力量 他们不亚于杂技演员的高难度转身 他们经常脱壳的神奇瞬间 他们稚嫩的胖嘟嘟的身体 看着他们皱巴巴的翅膀 慢慢伸展,变硬,薄如蝉翼,吹弹即破 像披着婚纱的新娘一样美 也替他们为生命的遗憾,人生的不如意 诸队友的无奈而感慨 心里默默祝福他们能够感赤高飞 以后的几天见到成双成对的偶尔打个招呼 渐渐的燥热的空气中弥漫着锅灶的蝉迷 直到2021年5月28日 一根断裂的树枝让我发现了蝉蝉卵的秘密 到了今天我已经很无力了 一起到院子里看看吧 蝉对果树的伤害还在继续,看到了吗? 正在产卵 你看,哎呀,我已经无力了 到处都是,一个孔里面要产上一堆的卵 它这个产卵器真的是非常的凤利 前面有一个三角形 这小柿子肯定要保不住了 你看它的底下,全部都是卵孔 这只正在产卵 哎,所以它的伤害实在太大了 可是我也已经无能为力了 只希望我的树能活着 枣树正在开花 可是也赶上了这17年一遇的浩劫 全是卵孔 所以这整个枣树枝上的花都不会结出果子了 根本就赶不走啊 转身就回来了 你这棵苹果树已经全废了 所有的枝条都已经搭了下了 全部都是 你说有什么办法 连芦笋上都不放过 都是卵孔 不择手段呀 树枝已经开始枯死了 还正在产卵呢 密密麻麻的 新的,旧的 你说这树还能怎么活下去 看到这白色的一堆卵吗 你说这树还能活吗 我已经无能为力了 这棵Blueberry上半部分全死光了 看 哎呀,好脆了 全部都是卵 看手上 这个小卵 看这棵也是 上面的Blueberry全部都死掉了 这还在下面产卵呢 你说怎么办 17年的浩劫 让我的这些小树们都赶上了 密密麻麻 成群结队都在产卵 哎呀,我只能是期盼 我的树能活着就好了 它锋利的产卵器 已经破坏了它下面的组织 所以这些营养成分啊 水分啊 物质都传输不上来 所以就 就枯死了 看看我的枝子花 全部都是 你说我还能做些什么呀 从头到尾 密密麻麻 整个树枝都已经断了 你产卵之后树枝都很 都变得很细了 然后大风吹来就很容易断点 伤口都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哎呀,我漂亮的石榴花正在盛开 只能六个纪念了 很快就没有了 损失太巨大了 它们真是聪明 是七年才来一次 这个大自然还没来得及 准备好怎么处理它 它就跑了 这颗辣梅 几乎废了 上面这些树枝全部都枯萎了 可是它们还在产卵呢 伤害还在继续 可是我已经无能为力了 如果下一个17年还能相孕 我应该会准备好了 好的,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麻烦点个赞收藏一下 谢谢,再见